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选战倒数51天 新竹市的选情成了全国聚焦的焦点 尤其是高宏安的论文有没有涉及到抄袭这样子的争议 大家都很想要厘清 昨天资策会说经过比对之后 高宏安的论文有多达八成跟资策会的计划相同 已经侵犯到著作权了 所以不排除要来提告 不过高宏安阵营这边是说 资策会怎么这样子 九月的说法跟十月的说法都不一样 前后不一 明显就是因为政治力介入的结果 柯P也跳出来护航 说这是民进党全党打义人 到底谁的说法比较值得相信呢 好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韩国瑜重出江湖 这个起手势真的不得了哦 现在才十月初哦 韩市长已经在准备2023年的年例了 而且一开卖 现在还只是预购而已 只有已经冲上网购平台的销售冠军第一名啦 有这样子的高人气 那又为什么柯志恩跟韩市长 私底下见面之后要跟大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呢 韩市魅力到底是不要还是毒药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孟琪好 大家午安 好 再来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民进党高雄新议员陈志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时事评论员杨总理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待会儿呢 还会有民进党高雄市的立法委员徐志杰 还有国民党新北新议员叶元芝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赶快先来看 选战倒数51天 高宏安的论文争议还在烧 资测会告诉大家说 经过两轮的比对之后 现在不排除要来对高宏安提告了 我们赶快一起来看完整的报道 民众党新主市长参选人高宏安的博士论文 涉嫌抄袭风波还没有落幕 因为资测会官员在背询时坦言 高宏安确实侵犯到他们的著作权 他在他的论文里面使用到资测会有著作权的这样一个论文里面的大约区八成 那这个是并不在一般所谓的合理使用范围 资测会后续会怎么来做 我们会主张我们的著作权要求对于著作权的部分的尊重 那我们会寻求法律的途径来进行 寻求法律的途径可不要清楚说你是怎么样的方式 这个部分也是要看这个我们协调的结果 法务相关的同仁已经开始做进行的准备 除了做好法律战的准备 资测会也指出高宏安赴美工作是全职全新 跑虚工读博士全没有报备也有问题 论文争议爆发之后资测会的立场备受关注 如今明确表态竞选对手齐寒高宏安出来面对 我们尊重资测会的作法 也呼吁高委员不要闪躲 用正面的态度对外界说明清楚 资测会的研究计划跟高宏安的论文 重复程度到高达七成到八成 这个会不会是高宏安他论文会有修改的一个痕迹 去增加了这六四第六十四条的一个出处跟著名的原因呢 拿全新读书也没有报备 新竹市的市民会期待新竹市市长候选人 应该要把这些事情对选民交代清楚 新竹市长选战演变成论文大战 参选的争议都被谈在阳光下让市民检验 好论文的争议稍很大 所以昨天立法委员把资测会的执行长找来立法院报告 我们就来看资测会最新的调查结果是怎么样 他们的执行长卓正宏就说 资测会经过两次的比对 高宏安的论文大概有超过八成 真的有用到资测会具有著作权的部分 这已经超出合理的使用范围了 所以资测会会针对著作权这个部分 有可能会对高宏安提起诉讼 不过看到资测会这一番的说法 高宏安他是非常不服气的 他在脸书上面也PO一批乐乐等 他告诉大家说资测会怎么会这样讲 他的博士论文是113页 资测会的期刊论文也才6页 怎么可能会有80%雷同这样子的调查结果 所以他就推论说这都是民进党 执政党政治力介入的结果 那我要请教预会姐的是 因为现在资测会已经说了 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处理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他们要请高宏安来公开的说明 第二资测会也会发文 也会把资料寄给新兴纳提大学 高宏安就是从这一间大学 拿到博士论文学位的 会向他们来说明 那如果上述两个步骤 都没有得到这样子适度适当的处理 最后一步没法度啊 资测会可能就会寻求提告的方式 这是昨天资测会最新的说法 波玉惠姐 高宏安这边是完全不认账的 我想要请问高宏安委员 你除了碰宏安之外 那你为什么一直在说谎 我先讲这个 他讲说他论文113页 资测会的期刊只有论文右页 6除以113不可能是80% 你这个是在说谎 他还骂 他说谎还不打紧 被大家抓包还不打紧 他还骂大家的数学不好 因为6除以113 他认为不会是除到80% 但是人家资测会讲得很清楚 期刊是6页没错 你的论文是113页 也没错 但是你113页的论文当中 把那个6页的期刊 超了80% 大家听懂了没 6乘上80% 也就是4.8页 将近5页的这个论文 期刊论文当中 你5页全部都把它超到 你113页的这个博士论文当中 而且还把它灌水 照去年 这个翁达瑞教授他所说 因为去年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老实讲我就算看到 我也必须承认 我看不懂这个 因为隔行如隔山 对 高宏安念的是 机械的相关博士 他是念大数据 资工 可是他的博士论文很奇怪 是念工工 机械工程 最有可能要智杰委员 智杰委员专科 对 他这个其实 你知道大家上了研究所以后 其实是分门别类 是分得非常细的 所以你从资工转成工工 我们都不知道说 这个你有没有要去补课 那你怎么可以在博士的时候 你转得这么快 而且你去美国修课的情况 我们都还没搞清楚 结果你就竟然 你的论文 你的期刊发表的时候 还是以大数据 然后跟人家一起和谐 你只负责15% 那总共6页当中的15% 结果6页当中的80% 你全部抄到你工业工程的 博论当中 这个是现在我们大家在问你的 这也是希望你解释出来的一部分 然后我第二个想要请教你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从昨天 这个资策会一公布以后 因为资策会他提出来的问题 是要高宏安公开说明 我觉得高宏安公开说明 这是一定要的 那我想提出来的第二个这个说法是 高宏安昨天在遇到资策会 提出了这几点以后 也就是民进党的陈廷飞委员 跟赖热龙委员一问出来 资策会在很谨慎小心 不敢提高宏安的名字的前提之下 讲了说高宏安的这个论文 跟他的这个资策会的期刊 恐怕有80%的这个相似度之后 不得了 在网路上面竟然有人开始帮高宏安护航 拿出了一份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 那个年份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大概是2012 13年左右 高宏安被资策会推荐的一份文件 但是这份文件没有盖资策会的官房 然后这是第一点很有趣的地方 第二点是这一个人 到处在带风向的这个人 马上就说 他说高宏安就跟这个要得到诺贝尔 昨天其实大家在讲说 翁启会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件 这种化学奖 说跟翁启会一样 都是在国内深造以后 接受国内的栽培 然后出国念书 跟翁启会一样 这一个带风向的人 马上举出这两点 那结果就被加拿大的沈荣卿教授 他就看不下去 他就点出来 他问说 为什么有在你资策会公布了说 你的论文有80% 是超资策会的那篇期刊报告以后 就有人带风向 然后一个多钟头之后 高宏安在他的脸书 竟然发文是跟我刚才讲的 带风向的那个文章是 百分之百雷同 拿出来的文件是百分之百雷同 第一个我就是要问 那个文件没有压官房 凭什么你认为那是资策会给你的 第二个是资策会给你的推荐函 到底是推荐哪一件事情 那你怎么能够知道说 一定是推荐你去美国念书这件事情 你出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吗 第三个你哪来的脸皮啊 人家汪启会当时是中研院的一个 一个好像助理研究员还是研究员 他放弃了在国内中研院四年的薪水 他想要出国深造的时候 他必须把台北的房子卖掉 赔给中研院 他才能够在美国念书 你高宏安有吗 你高宏安在台湾的资策会 你是四五百天吧 四五百天你到美国是用出差 是超过五百天的 547天我又没记错 547天当中你出差 出差然后你还拿资策会的全职全薪 然后你出差呢 还同时还有差旅费 但问题来了 我今天早上看到我们好朋友 盾牌牙医属史书华 是史书华说 奇怪了你在2012、2013 你不是拿资策会全职全薪出国留学 你出国的期间还可以拿资策会的 这个出差差旅费吗 你怎么可以去滑雪啊 这个滑雪你是不是去滑雪扛我们之铠啊 你滑雪的钱是不是拿我们大家给资策会 因为资策会是75% 76%都是由国家的钱来补助的 所以不是像你所说的资策会是司法人 也不是说资策会是立法院不能监督的 立法院如果这个民进党如果监督的话 就是违法违先这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当然第一个你应该要出来公开说明清楚啊 那第二个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辛辛纳提要 这个一定资策会要发文说清楚 是因为辛辛纳提他在做论文比对的时候 他可能在捞论文的时候他没有捞到期刊 他也不知道这篇这个资策会的期刊论文当中 会被高宏安超了80% 所以有可能挂一漏万没有查到这个 所以辛辛纳提就把高宏安的这个论文 就让他博士通过了 那辛辛纳提不但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面 同时还给这个其他两个网站授权 让人家可以付费下载 那如果说一旦高宏安侵犯著作权的话 辛辛纳提也侵犯著作权 另外两个网站付费下载的也侵犯著作权 所以大家一起连带侵犯制作权 但是侵犯制作权的始作俑者 其实是高宏安你的不诚实嘛 你的说谎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辛辛纳提要来说清楚 要跟辛辛纳提要来沟通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我想讲的是 高宏安今天早上死性不改 继续开记者会 来骂你们民进党说 请资策会的执行长卓振宏 说明高宏安 高宏安你自己还是经济委员会当中的委员吧 他这个会期是不是还是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然后他今天早上他召开这个委员会 他之前就发文给民众党发文给资策会 是是就已经发文给资策会 这个日期是在我看一下 23 在民进党是22 那他们是23 然后他们是骂民进党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 那个攻打一个人 那他们自己也发了 他自己也发文 那你不是说资策会是司法人吗 那你不是说民进党如果一旦执行资策会的话 是违法违宪吗 那你发文给资策会干嘛 自己也可以 别人都不可以 对啊 所以我觉得奇怪的是高宏安 你可不可以不要说谎 我告诉你再跟各位讲 他今天又找他的四趴仔 那些红卫兵们在到处洗白 因为昨天我下午在友台的节目当中说他 昨天下午本来他有一个手工造的活动 那结果这个手工造的活动在他昨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 他取消 那取消后来我们就透过新竹的朋友来帮我们查证 到底有这个活动吗 这个活动到底是谁取消的 结果这个协会说 没有啊 我们昨天没有任何人邀请高宏安委员 有来我们这边参加活动啊 而且我们昨天的活动叫做跟植物说说话 也不是手工造活动啊 那结果高宏安委员今天在他的PTT上面 找那些四趴仔帮你 出示一个说明说 这个是你有接到活动邀请 说有联系过的 说有联系过啦 然后根本就是大家造谣啦 这是大型翻车的现场 可是你再仔细看喔 那个日期是9月28号 你在最后下面只回应一个好的 也就是说这个根本没有联络好嘛 你是9月20 人家的手工造的活动是在9月28号 你答应去的也是在9月28号 结果现在日期已经完全改到10月5号了 你也搞不清楚 高宏安委员你到目前为止你现在在新竹最近有一些的这个地方宫廟的一些的这个祭典你都没有参加 你昨天整天躲起来你想来想去居然也是今天早上出来召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你到目前为止你都还不诚实的面对 我觉得高宏安你不配做个立法委员 你立法委员应该立刻辞职 更重要的你不配选新竹市长 你新竹市长应该要赶快退选 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骄傲的小公主来当新竹市长 我们更不需要一个说谎的一个公主来当一个未来的新竹市长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政治人物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有关于这个行程的部分现在感觉有点像是各说各话 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请预会姐细细的帮我们来补充 不过这边回到这个论文的争议 我想请教至终议员的是 因为昨天资策会在立法院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高宏安有关有用到资策会的一些计划 来宁超买什么呢 好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看到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立刻跳出来 他都痛骂民进党双标啦 全党动用国家机器打艺人 他没有去检讨到底有没有抄袭这件事 现在反倒通通推给这个民进党 好那今天民众党科批那种 民众党也出来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现在说民进党执政下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绿色恐怖 说台湾是跟北朝鲜一样吗 哇把民进党形塑成这样 来志宗议员怎么看 我想主持人这个不能够无限上纲 我想这一个诚实是上策啦 我们还是要劝告高宏安委员 行程还是要跑 不可能因为说怕去这儿给他赌房 那就不想出来跑行程 这个论文的事情 这个他自己要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嘛 这个他写论文 或者是说他去美国进修 到底有没有报备 有没有说明这个跟国家机器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当年自策会的做法或是规定的问题 那他如果觉得光明磊落坦荡荡 没做不到事情 你就出来说清楚就好 就把证据摊出来嘛 我想现在选民的判断水准智慧很高啊 那不要说面对检验喔 那可能高委员这是第一次真的是参与这种 真的是选举啦 因为之前他做不分区的嘛 所以像我们参与选举这么多次就知道说 这个选战本来就是互相的攻防 祖宗十八代全部可以出来检验 而且是最高标准的 不只是放大镜啊 甚至是显微镜的检验 合理的甚至不合理的也在检验啊 所以你面对这种的状况的时候 你就是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我想我们看到这个立法委员 包括许委员包括赖委员 在立法院是咨询资策会 是在国会殿堂来咨询 这不能乱讲话呢 那资策会也讲得很清楚嘛 他说当年这个高委员去美国 他这个贷薪全职去进修 他没有报备嘛 但是他有说资策会当时这个规定 可能没有这样清楚写说要怎么处理 但是执行长有讲哦 他说多数的人如果是这种状况都有报备 所以这个是违反什么 违反职场伦理的规定嘛 这第一项嘛 第二个他的论文 跟这一个资策会的研究的成果 因为资策会这个七成以上 都是接受政府的补助 所以资策会的研究成果 不是个人的财产 这个是国家研发的财产 所以你要引用 你要来援引 你必须要住民出处嘛 你在这种重制度八成的状况下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违反学伦 学术研究的相关的规定 当然是高委员自己要讲清楚 不然难度优优之众口 所以第一个违反职业伦理规定 职场伦理的规定 违反学术伦理的规定 我们赞成资策会要去提告 这个怎么和解 你看民众党科匹的做法 他现在的给你导向 国家机器 全党打艺人如何如何 这个是整个社会都可以讨论的 怎么会有国家机器的问题 资策会的执行长在国会公开的说明 这个怎么是谁 柯建民总召可以去给他介入 什么指手遮天 我想这个扯远了 这个会让民众更加的反感 所以我们还是要奉劝 这个高委员 你这个与其骂别人抹黑 不如诚实面对自己 你就是出来跑星辰 跟媒体说清楚 我想这样子才有助于厘清这个真相 那不要把什么东西犯政治化 都是无限上纲 我觉得这个是侮辱选民的智商 对他自己的选情 也不会有任何的加分 没有错 要像议员讲的诚实为上策 那现在高鸿安还有民众党 他们就是一口咬定 他说资策会一定是很怕这个柯委员 意思是说的老柯就是在说明镜党的柯建民 因为高鸿安意思说 这个资策会9月的时候 第一时间是说 这个论文如果是学术用途 就没有授权的问题 那为什么昨天在立法院 资策会的执行长要说 有这个著作权疑虑呢 是不是真的这当中 有政治力介入呢 高鸿安说他们不能够忍受 他们觉得现在政治力 已经介入到研究单位里面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部分等一下回来 这个智杰委员再来帮我们补充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先来关心今天指挥中心所公布的疫情最新发展 今天本土的病例呢是新增四万六千四百多例确诊 那死亡的个案是新增五十七例 好提醒大家现在疫情呢还处在高原期 那指挥中心也是不断的在宣导 希望大家符合条件的话就尽快去施打莫德纳次世代的疫苗 来尽速增加自己的这个防护力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的是高鸿安的论文争议哦 这个部分昨天在立法院的状况是怎么样 来请教智杰委员 因为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 这个陈廷飞委员啊 还有赖瑞隆委员 这都是民进党的委员 找来了资策会的执行长 问了很多事情 那高鸿安这边人家就有话说 他说奇怪了 为什么资策会之前一刚开始 都说没问题 为什么你们民进党的委员直询之后 就改口说有这个著作权的疑虑呢 是不是资策会很怕民进党 所以才改口的 来这个民众党现在都咬定哦 这是政治迫害 委员 我先讲一下具体的事实啦 就是民进党立院党团 22日9月22日 行文给经济部 要求提供高鸿安 任职资策会期间 业务执行状况 这是我们9月22日 发给资策会的文 经济部的文 然后呢9月23日 民众党立院党团 行文给经济部 要求提供高鸿安 一样的这些资料 他也要一份啦 所以你看哦 现在科批讲什么 是 全党动用国家机器打一人 那昨天 他们在 那个经济委员会 问资策会 同样呢 他们也有人在 我们交通委员会 要求要就是成立那个什么 NCC的调业委员会 然后我们那时候不同意他们 他们就说 那你们就可以去找那个经济部 要这些资策会 要这些资料 我们就不能要这些资料 事实上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民众党都用双标 来处理事情 那这柯文哲这样子讲就很明显 你们自己民众党 跟我们民众党做的事是一模一样 只是隔一天 那你说我们用国家机器打一人 那你们民众党 为什么不算你们发的公文代表什么 他们也可以去调资料嘛 没人跟他们走得 他们确实已经发文 我就说我们是九月二十二日发文 给经济部 他们民众党是九月二十三发文 给经济部 你不是和我们都做同样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你竟然说我们全党支持 你自己你自己调阅之间就是不敢对社会讲 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希望说社会 其实不要老是用双标 政治不要玩得这么黑暗 就是为自己跟为别人就不一样 事实上国民党也很会选举 就我们再回想 其实宋楚瑜的新票案 当时至终的爸爸 那时候宋楚瑜如果没有新票案 搞不好是他当选 几率很高 那时候票差一点点 事后刑犯案无罪 小英总统2012 其实本来已经有机会 已经买一酒了 宇昌案 说什么蔡英文家里 用炒作生计股 然后掌握什么生计的资源 故意的这个宇昌案 弄得乌漆漆黑的 结果那时候小英总统就是差一点点 就还是马硬走连任 事后证明宇昌案无罪 刚刚在讲翁吴启会 其实我替翁吴启会觉得很不舍跟不甘 翁吴启会其实是国家有机会得诺贝尔奖 他那个其实他那个在那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研究 其实非常非常的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非常专精 那时候被国民党说什么 他那个也是炒股 也是干嘛利益 搞得最后翁吴启会辞掉院长 后来翁吴启会下台之后 最后法院判决无罪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 不要用老是用双标来看 那我们再来看林志坚 高宏安 甚至许淑华 你们都是要选县市长的 对 那其实高宏安的资策会的资料 跟林志坚的他的中华大学 跟那个那个组科管理局 所做的论文的研究报告 都是类似这样子的观念 你也是资策会报告 这是那个组科管理局的报告 你是用资策会资料 去延伸出你的路纹内容 它是用组科管理局的资料 延伸出这个内容 你们如果要同样的标准 他们说标准一样 我也希望说高宏安你可以不要选 人林志坚是自己退算 主动退算 人林志坚已经退算了 高宏安 我觉得你能考虑退算 是怎样你知道吗 他们讲高宏安 我觉得他真的是误入政治丛领的小白兔 刚刚提到说他第一次选举 不知道我选举你很多东西 就那资策会这个回答好了 要看在阳光下 资策会回答很清楚 你要去退策没报备 你如果看他出国的资料 你去看他那个一个学期 然后寒假 一个学期暑假 一个学期寒假 一个学期回落 那较猛了嘛 知道就是去退策了 对啊 那真是很明显的 这没有报备 坦白讲啦 资策会也要打屁股啦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啦 对 到底里面管理怎么样 都知道 委员以后也要来监督一下 所以以后资策会的确是也要监督啦 所以就说这个部分 公安里明明就是还是代职代薪喔 好康都拿起了嘛 对 人用纸费又失质又败钱 人家去退了 你代职代薪 你这样回来 你还随着去国台面的公司 坦白讲也真的不应该啦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论文 论文到底也没有问题 除了我刚刚提到那个 资策会的表态以外 他论文自己私底下改了两次 他自己论文的参考资料什么之类的 就改了两次 有加一些注解 后面啦 论文多久以前比到那样 你不要改两筒是什么意思 人会感觉你心悲啊 如果没什么要再去改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都有状况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其实也没有说很怪高峰安啦 因为其实这种现象在台湾的社会好像很正常 资策会这样子处理好像很正常 因为很多人这么处理 资策会其实你有不对的地方你要讲清楚 公安你这个论文的事情就是 这个是三十年前教改的问题 造成今日还有大学财务自主 造成今日的问题 事实上不能都完全怪你们啦 但是我希望你们用同一个标准 林志坚已经主动退选 是 公安我也建议你主动退选 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 才是一个所谓的学霸匪陶匪 要为自己负责嘛 我最后再讲一个 这个打卡点 这是高峰安的打卡点 他的网路里面到处都有打卡点 那他这打卡点呢 其实真的都做得不错 那这些都不错的地方呢 正好都是林志坚的政绩 然后那个呢 有一个妈妈呢 就夸奖说林志坚这几年真的做得蛮好的 就被他的那个 红卫兵啦 网友戏称是红卫兵 其实以前韩国瑜时代也曾经这样 我曾经公开呼吁说 韩国瑜你要制止你的红卫兵 不然这个是不对的行为 不然你替你的红卫兵道歉嘛 好刚才委员呢 其实有提到 讲到这个知识分子的问题 也要请教总理 因为呢高宏安在他的脸书上 他自己提到了翁启慧 他说这个绿营一再翻出翁启慧的例子 那现在民进党又在做什么呢 好他主动提到了翁启慧嘛 就让人家觉得说 诶这两个人 高宏安跟翁启慧 两个人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吗 我们现在真的就来比一比啊 高宏安全职全新 早去讨论书呢 还去滑雪 对还去滑雪 这个盖玉惠姐有翻出一些照片啦 那翁启慧人家 对确实翁启慧也是赴美求学的 可是他后来怎么样 他离开中研院之后 人是怎样买房又购家钱呢 赔了四年的薪水 这样子两者 这样子的情形是可以拿出来一起比的吗 当然这个高宏安不可能把这个翁启慧 两个做相提并论 因为这个他就扯远了嘛 就是说高宏安他 他以这个翁启慧的例子 基本上要扯远了 要模糊焦点 那其实我觉得高宏安要作为一个 要选一个新竹市长 作为一个要选一个城市的首长的候选人 可是我们却发现他的性格上 出现了非常重大的一个瑕疵 就是又要贪又要骗 刚刚讲说怎么样又要贪 刚刚大家也在讲嘛 就是你在资策会的任职的期间 那你拿的是资策会的钱 他一开始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我是自费去去念书的 结果呢 后来他又改了一个说法 他说啊这个我这公费啊 有啦但是只有短短半年 然后再来呢又要讲说 我其实那时候最后又变成说 我是代职派驻 就是带着这个资策会的这个职务 派驻在美国 所以我刚刚这个这种说法 就是让人家觉得太匪夷所思 你就不要硬拗就好了 可是就要用骗的方式 那你又看到拿这个资策会的经费 出国这件事来讲 不管有没有涉及到 就是贪污的这件事情 但基本上贪小便宜跑不掉 不管是贪污还是贪小便宜 都是一个贪字 所以我说又要贪又要骗是这样 所以包含说你被人家发现之后 被人家发现之后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他典型的性格说有工资即懒 那有错别人来扛 资策会出来扛 说资策会好 你这类司法人 刚刚大家也讲过 说这个资策会是司法人 可是确实事实上也证明了 资策会受到立法院的监督 你有想看另外一件事拿来比喻好了 张善政他这个超那个 他做那个农委会的这个计划案的时候 请问一下立法委员立法院 有把这个宏基这家公司找来叫来立法院质询吗 并没有嘛 所以就是证明了说这个资策会确实是收到 必须收到这个国会的监督 那我觉得说就是说民众党的这个思维 包含高宏安的思维 这些人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 就喜欢扯远啊鬼扯啊等等 就是想要模糊焦点嘛 对模糊的焦点嘛 然后所以就就会变成说 我刚刚讲有事就别人的错就对了 不是自己的错 那我觉得这个万一发生 在未来的政治首长上 这很危险啊 是因为政治首长 你就坐在面上就好了 有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都是我下属的错 所以这担任他的下属就很危险 包含像现在柯文哲市长 不就是这样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吗 柯文哲市长担任台北市长 很多事情就下属出来扛啊 他自己都没有责任的 那未来如果新竹市一样高宏安 民众党的高宏安来担任新竹市长的时候 会不会有样学样 他也是这样 有样有样嘛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加上前一阵子 大家都想说 那个学历歧视的问题 他的这个心态就是永远都是自己高人一等 其他人就飞我足累了 在其他人飞我足累的情况是 请问一下 作为一个市长格局的高度 你有办法去照顾城市里面 那些不被看见的人吗 那些声音不会被听见的弱势者声音 你有办法去照顾到吗 因为你就是精英主义的心态啊 所以我说 你在检视自己的过程里面 当别人 别人用同样的标准 比如说用论文这件事来检视他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自己 好好的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敢是你在从政的过程 你所要追求的吗 这个经过匪淘匪认证过的高宏安 先前一番一些占学历的说法 其实国民党的林耕仁也有被扫到啦 国民党的部分原机议员 因为这个林耕仁呢 昨天第一时间他也出来说 他尊重资策会的做法 所以他听起来国民党现在是比较相信资策会这边的讲法 可是我要问的是 因为前一阵子 这个大家在问说高宏安的学历争议 你们的党主席朱立伦 有跳出来帮高宏安稍微缓夹 所以党主席到底是站在林耕仁这边 还是站在高宏安这边呢 议员 怎么可能站在高宏安那边 那个朱立伦去帮林耕仁站台 大概讲了99.99%林耕仁的好话 然后希望大家支持林耕仁 就讲了一句骂民进党 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在针对高宏安 那所以这个比例大家也知道 这个当然是支持林耕仁的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 因为现在高宏安其实大家这样追打他 我觉得伤害非常有限 因为因为高宏安 但我觉得我是不认同高宏安 我先讲 我是不认同他 从他抄论文 然后到战学历 到他后来的什么反拍记者 种种傲慢的行为 我也多所批评 我是绝对不认同这样的行为 尤其是要当市长的人 格局这么低 每天跟他吵架 这是蛮奇怪 那但是我是从选战的效应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样越打 高宏安他声势越大 为什么 因为尤其是像资社会这件事情 一开始资社会对外的说法 就是让人家感觉说 好像高宏安没什么问题 就是资社会内部很多人还挺他 还认为说资社会 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才 进行业界服务 一开始是这样说法 然后昨天又有一个比较新的说法 说高宏安的操论文 已经大篇幅没有引用 这个要提这个什么诉讼 那高宏安他就很好操作嘛 他就他就是把它操作成说国家机器打压 就是说之前都没有问题 结果政治利益介入 忙碌就有问题 这就是国家机器打压 这就跟我们上礼拜讨论 那个警大事情一样 就是一开始侯友宜论文都没问题 但是林佳龙一介入就有问题 那这种国家机器打压 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抗民进党在燃淫 这个区块是很有诉求力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高宏安其实他现在也不太跟你去谈 实质问题 他也不解释他论文有没有操 有没有侵害到支撤会 也不去解释他的一些问题 反正他只要诉求一件事情 我就是被打压 所以你看他去参加那个直播 他花了很大篇幅 在讲说什么彻翼在追杀他 他干嘛讲这个事 其实你你作为一个市长候选人 彻翼追杀你 这个是很重要吗 谁谁谁进到厨房会怕热 哪一个政治人物选举不被骂 他想要塑造悲情的形象 对他就是就是觉得说 你要跟我吵这些我也不跟你这边对决 反正我就是我就是受害者 宫美前册了孙杜萨 要转移焦点 你都打我嘛 我很可怜啊 我被追杀我好惨啊 然后那这样子 在蓝营这边就很有共鸣 因为蓝营的人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也常常被人家 所以就会放弃林更远支持高宏安 林更远很可怜 其实你这样子讲 幸好还有韩国瑜挺他 我觉得这样讲还是在帮高宏安 我觉得如果说 听得出来你们还在帮高宏安 我们是没有啦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的效应就是帮高宏安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越讲 高宏安就越吸国民党越多嘛 所以现在应该是 大家要把国民党的票再拉回来 就林更远这边 这个选战的分析 等一下玉慧姐也帮我们分析 不过袁机缘我还是想请教的是 所以现在到底国民党是相信 资策会的说法 还是相信高宏安的说法 大家想要知道啊 国民党 这不是没有国民党相不相信 基本上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 如果袁机缘你自己呢 但是没有什么国民党相不相信 那问你咧 如果说就个人来讲 我从到尾我都觉得高宏安 他应该要把话说清楚嘛 那你相不相信资策会 这样子的比对呢 资策会相不相信 因为我自己 我没有看过那个论文 因为眼见为凭啦 那我当然我觉得 资策会讲的一定也是有凭有据 林更人说他相信这个资策会啦 尊重资策会的做法 那袁机缘这点呢 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凭有据啦 一定是有凭有据嘛 他今天敢在立法院这样子讲 到现在叶元哲还没办法挺林更人下去 你这样讲 这样子林更人感觉 不是 我就是挺林更人的啊 我觉得你们去切割 我跟林更人 你要看小孩好讲啦 切割我跟林更人 其实这就是在帮高宏安嘛 我们都是在帮林更人的嘛 那我也不太懂说 为什么民进党老师要去说 朱立蕾也是挺高宏安 谁也挺高宏安 那你这样就是在帮高宏安 因为现在新竹林更人是最后一名啊 那高宏安就是一直吸我们国民党的 所以理论上民党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想办法让林更人也上来 去大家平衡嘛 那沈惠勇才有可能会上嘛 可是现在一直把国民党的票说 国民党都是挺高宏安的 把我们都去吸到高宏安那边去 那不就是在帮高宏安嘛 所以我觉得策略很奇怪 好 原知印人的这个选战分析 是认为说民进党继续追查 这个高宏安相关论文争议 反倒让高宏安的这个声势 越来越旺 是这样子吗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玉惠姐继续帮我们分析 好 当然现在高宏安的声势很高啦 包括有各种的争议啦 那当然喜欢他的人也是很多 但是同时必须要承受的是 出台选戏 你所有的行程都必须要来给大家检视一下 那我觉得最近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有一些行程 为什么高宏安这边好像都说不清策 因为包括越会姐 我们前几天聊到这个董事长开讲 到底高宏安是主人还是客户 因为到现在感觉大家觉得还是一个谜啦 因为他说他受邀 可是他又说这个发了感谢状 虽然他推给最后说是志工团误发的啦 可是大家真的听到还是觉得很困惑 那另外一个行程呢 就是有关于好昨天呢 高宏安原本下午说要去参加一个手工 香造DIV的公益活动 可是后来呢就临时取消了 好那媒体人中年晃就踢爆 他说这个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其实呢这个举办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 人们根本就不知道高宏安要来啊 而且实际再往下查发现当天的课程不是手工香造耶 当天的课程是要跟职务说说话 怎么会这样子 这真的是一层一层让人家觉得好糗啦 不过真的最新的消息是高宏安的阵营又提出说 他们跟主办单位也是有联系的 有秀出他们的对话说明 证明他们之前真的是有联络过的 所以现在怎么感觉刘宇各说各话了呢 来我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高宏安他们在PTT上面所公布的 9月28号他们跟这个心理健康协会 那他们所这个互相沟通的 那这个应该是其中的一位理事跟高宏安的阵营 因为昨天这一个协会呢 说高宏安委员本人没有跟这个协会有任何联系啊 对 我们话面暗掉了稍微再参加 也没有说要那个要参加也没有说要参加这个 这个昨天下午的活动 因为昨天下午的活动是那个跟职务说说话 那并没有这个活动是手工造的活动 那手工造的活动是哪里呢 我给各位看 是这个活动是最原始的 就是那一位理事跟高宏安办公室 但协会本身不知道 那他们的一个沟通的过程 约的是9月28号 那请看绿线下面 那这个在9月28号的 对不起应该是9月26号当天早上告诉他说 原定9月28号下午的这个课程呢 改到10月5号 然后这边高宏安回是好的 那这后面我们就没看到 那大概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的确双方是有在9月底的时候有联系 但是昨天这个联系呢 其实他内部高宏安并没有确定高宏安会去 然后高宏安也这个整个的行程也都改变了 所以问题现在来了 高宏安昨天早上的时候 他片面取消这个行程 因为他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发了采访通知 他昨天早上取消了这个行程 协会根本不知道你取消了这个行程 所以高宏安你做立法委员是特别烤心 特别大小 现在一个协会他们的活动 我高宏安委员 我说取消就取消 我说不办就不办 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代替人家协会 因为昨天的那个采通发出来的是 要跟这个协会合办的 这个办手工相造DIY的行程 活动取消了 他代表这个协会取消这个行程 所以你高宏安委员 你是代表这个协会 就把人家的活动取消了吗 第二个是你又来了 你又像上次世界高中一样 我是到你这边 我是去参观一下 到最后变成给你鼓励吗 是这样子的模式 我是到那边就是给你鼓励 然后我到那边就是 人家没有给我任何的承诺 人家没有给我任何的答应 然后我就去那边 我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吗 但回过头来的这个 我觉得高宏安对待任何的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还是两个字 傲慢 他的傲慢 现在呈现在过去对中华大学的夜间部 对世界高中 或者是对现在这个协会 都是他片面 他决定怎么样 他就对外说了 他其实欠缺沟通 那问题 如果他以后变成是新竹的市长 假设他变成是新竹的市长以后 他完全不跟这个手下的人沟通 他一大猪大一 他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 这以后会发生多大的一个困扰 多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回到董事长开讲那一场 我没有见过政治人物 你可以政治人物占政治人物 这是应当 占你的政敌 我觉得天经地义 占你的理念 这更是应该 但有那种手上握有麦克风 我现在要选新竹市长的人 我去占一些在网路上的网友吗 有见过这样子吗 这些的网友留言下面 只有四百多则是第一名 有些留言只有五十多则 你去占人家 你高宏安这里面哪一个人是要跟你选新竹市长 哪一个人是跟你一样是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你去占人家这是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以后你如果去新竹市长 你当新竹市长是怎样 如果有人今天如果出来说 高宏安你的什么样的政界我反对 那你是要把他拉到旁边去 叫他跪在地上你要给他砍头吗 所以不管说是从协会 你越除带袍 你去帮人家没有沟通 你去帮人家取消人家的采访通知 或者是你现在这个在董事长的 开讲这场的活动上面 你花了这么大的资源 动员了这么多人来听你的演讲 你的目的竟然只是为了去占一些的网友 占一些在网路上面可能对你有批评 或者是没有夸赞你的这些网友 这是对的吗 一个政治人物 我相信我们现场的政治人物就连页援之 我们也常在节目当中意见不一样 我们也常互有争执 但是议员之后会百当会跟他说 那我就要来公开的占你吗 会这样子吗 那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他现在还在选举的时候 他还需要你手上那条选票的时候 他态度都可以这么傲慢 言辞都可以这么刻薄的时候 那如果他一旦拿到你手上的选票 那还得了啊 所以我呼应刚才这个委员所说的 我个人觉得高文安一辈子走到现在 有非常好的运气 然后他的这个 只要他不出来跟人家占学历的话 我觉得他的学历出来 大家也都会觉得 你说学霸就学霸吧 可是没想到 只经过这么短短的选举 你的人设完全崩坏 你过去所累积出来的 这个高学历专业的形象 透过你的这个什么大数据 结果我们看 你根本是在操弄数据也完全崩坏 我真的奉劝你喔 你现在还不到40岁 你的人生或许还很长 那但是你如果继续走政治这条路的话 我觉得高宏安 你承受的压力太大 你恐怕承受不起 我真心给你一个建议 我觉得高宏安的个性也好 或者是高宏安现在已经站到这里 你不但是应该退选 你应该离开政坛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政坛里面 继续待下去了 因为一个政治人物 现在我们讲你的全部都是你说谎 郭董蹦蹦蹦地过来 只为了要跟你握手 然后这个你要拍照 这转身一看 居然有一个人一个箭步踏上来 郭董 郭台铭要帮你拍照 他郭董还萌萌地笑 郭董的抛漏山上还有污渍 然后这些的东西其实你不但贬低了郭台铭先生 你也成就不了你自己 你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你中文不好 然后你的论文让翁达瑞老师看到你的英文不好 你不出来选举都没有这种事 所以我们觉得你的学历在台湾大多数人当中 还是可圈隔点 还是令人羡慕 你过去的这些经历 还是让我觉得很多的台湾人 或者是声斗小民 艳羡不已 但是你现在已经把你的政治路走绝 帮你走绝的那个人叫柯文哲 已经走绝了 我劝你回头是岸 你不但要退选 应该要退出政坛 政治这条路真的是不好走 要出来选举 当然就要请出大咖来相挺 高宏安有柯文哲 在背后当他的靠山帮他助选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来看 国民党的林庚仁这边 是请出韩国瑜来加持 这个林庚仁这边 也是非常大方的出示 韩国瑜帮他录的加油影片 可是这个比较奇特的是在高雄的部分 韩国瑜他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到高雄跟柯智恩非常低调 两个人私下会面 那会面完之后 记者去问柯智恩啊 两个人有没有机会同台合体一起造势呢 柯智恩告诉大家 他要走自己的路 所以韩市长是票房的补药 还是毒药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高雄人的心声 好久不见的那个男人 昨日晚间终于被拍到在高雄参加参会 他快步离开 同场的还有他 他并没有提到任何的政治的议题 因为他纯粹就是来跟老朋友来见面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智恩 已在强调没有谈到选举 到了隔天再被问到 是否会公开合体 他这样回应 我想高雄是柯智恩在选举 那我想我还是会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说要走自己的路 对合体似乎不想张扬 会面前一天还表示无公开行程 当天媒体披露后柯智恩下午匆忙离开党部 刻意闪躲媒体 两人只见了约半小时 柯智恩阵营在不堪媒体询问下 才出面证实 但到了晚间参会 双方有分开进出 没有共同现身 我想或许是柯智恩还没有办法走出韩国语 美白小腿一说拖累他的失败经验 但又不得不吸引韩粉的选票 柯智恩关系 私有若无 凡旅阵营要柯智恩好好想清楚 韩国瑜团队对他到底是补药还是泄药 如果今天你想要去掌握这样的一个票源 或是这样的支持度的话 那你就应该勇敢的去承担说 韩国瑜过去对高雄市所做的事情 韩国瑜市长付出担任国民党中央辅选团的副团长以来 依旧展现出他的超高人气 这对国民党一些选况较低迷的县市 如高雄市而言 是个莫大的鼓励 倒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张开双臂 欢迎韩国瑜回来走走 而传出韩国瑜国庆日 就要替秦议长许昆元的女儿许彩珍站台 韩国瑜这只穿云剑还没射出 已经在高雄政坛卷起千堆雪 高雄的政坛真的是很有趣 我先请教我们这个至终议员 因为刚才看到的是 陈其迈市长反而被问到态度很大方 说欢迎韩市长夷回来走走 倒是韩国瑜这次要回来 要帮忙复选的柯知恩 反而低调到不行 10月4号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席一场参会 这个真的是媒体不断追问 柯知恩最后才说两个人真的有见面 但是都没有谈到选举 这到底谁要行 选战剩下50几天跟韩国瑜见面 不谈选举难道要话家常吗 那我们看到韩国瑜目前传出第一个辅选的行程 就是要帮前议长许库宇的女儿许彩珍站台 到底韩国瑜现在在高雄的人气是怎么样 因为韩国瑜他这个受访的时候也谈到付出辅选这件事情 对这句话是韩国瑜自己说的他也要说 他自嘲说不知道是补药还是卸药 来自中议员长期在高雄这边观察您觉得怎么样呢 谢谢孟琪 我想很开心总算有题目谈到高雄 不然大家都关注在北台湾 那这个对高雄就比较没有议题了 我想当然今年的选情在高雄会比较冷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出去拜票 有的乡亲说不知道常常要投票 有要投票吗 对哦要算吗 那真的选情很冷 所以这个当然对我们候选人来讲 尤其是小鸡们当然是会均重 那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那所以当然韩国瑜要付出 那他是一个始祖的话题人物 就像柯P一样 柯P同意他有时候都讲一些小话 大家比较比较 但是他还是 他有那个讨论度在 讨论度啦 就话题度讨论度 那我想这个或许也是他们的策略 那韩国瑜类似这种情况 当然他来付出 他要出来骑台做杠 是好是坏 加分减分 我想见仁见智啊 就像齐麦市长讲的 有人支持他 有人不喜欢他 有人讨厌他 那議員是什么 那柯知恩说他要走自己的路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想跟这个 哪一不同类型的候选人 策略不一样 柯知恩委员是要选市长嘛 那市长他是整个 全市要选啊 那他的目标 一对一的选举啊 他的目标一定是要下50.1%的嘛 所以跟议员不一样 单一席次跟多席次不同嘛 议员的选举 一个选区可能选 八席选六席选几席 多席次的 那基本上如果你可以掌握到 七帕八帕的选票 那也达到了一个最低的安全的门槛 所以像这个韩国瑜要帮前议长许议长的女儿 女儿女儿来站台 我说这有交分啊 因为这个许昆元一顾的议长 韩国瑜是关系非常好的嘛 所以他们的合体 我想有带动那个情感的部分 去召唤一些韩国瑜的始终的选票 是不是可以挹注到这个许区长的女儿的身上 这种情形 而且他又是新人 他的这个知名度各方面 讨论度可能没那么高 所以韩国瑜来站台 有没有加分 我认为是有啊 但是就柯自然来讲 他会这样讲说我要走自己的路 这个是很现实 也很正常 也是应该要这样子的 如果说今天韩国瑜在高雄 还是像当年那样子 卷起千堆血 三三造势那种万人空向 那天这个柯自然造势 警方同志大概9千人嘛 那他当时同样的中帝 韩国瑜当时可能5万人一胸 所以这个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你看高雄的路上看板 有挂各个候选人的 柯自然的跟议员的 有看到韩国瑜嘛 并没有到大家为止 没有看到韩国瑜嘛 那他今天来很多动作啊 他说要来付出啊 要推年利啊 他光一个年利喔 我看到他的脸书啊 他连续发文好几天了 像汽水温说如果我发年利 大家喜不喜欢啊 我说我如果用年利 放出一張照片 試試水溫 再來說他簽名 簽到手上 一百萬分親筆簽名 當然我覺得韓國瑜有他的步驟 但我覺得他所著眼的 應該基本上他個人 他國人的規格 他未來還是有可能再出來 他們黨內 譬如說要選董主席 譬如說來這個其他的一個位置 所以他藉由這樣的所謂付出 來試水溫 所以他自己也自嘲 當然他這個人 他這個為何說一些開玩笑的話 我覺得還蠻幽默 就是要補藥還是卸藥 那不一樣的選舉的型態 不同的候選人 對他的評價不同 但是我要提醒這個韓前市長 高雄跟兩年多以前的 跟四年前的不一樣 經過陳其邁這個兩年拼四年 基本上在高雄 不分藍綠 不管你票會不會投陳其邁 或是你欣賞或是不欣賞陳其邁 基本上有一個共識 齊邁市長是非常認真 真的有在做事情 我想這一點連國民黨的議員 他也沒有辦法否認說 陳其邁這個市府團隊 是不認真的不在做事情 還是說大話 這個大家講不出來 因為這個是反高雄目前的主流跟常識 所以韓國瑜他要出來 當然這大權力 但是他要拿出什麼樣的牛肉 還是說他一出來 大家就會腦袋裡面又去回想到當年的 要挖植油 要摩天輪 或者是所謂的賽馬場 這樣的一種空水無水 說一些有空不順的話 就那樣的一種韓國瑜的時代 我想那是很痛苦 不堪回首 對高雄人來講 痛苦已經過去了 美麗會留下 才通車的這個輕軌 大家很喜歡去那邊打卡 拍照龍貓隧道 你看這條多漂亮 那這又印證了韓國瑜跟陳其邁 最大的不同 韓國瑜上任是無限期停工 把這個輕軌當成廢鐵 就像當年馬英九在批評高鐵 說是廢鐵 結果2008年520 馬英九上任高雄的國宴 他搭高鐵南下 所以這個國民黨永遠是雙標 但是韓國瑜居然不見識 又說這個輕軌成員 這龍貓隧道都他的功勒 他忘記他是無限期停工 是其邁上任之後 趕快優化 趕快來找出解決的辦法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民 經過這樣的罷免 然後補選 我想這個大家判斷力是很高的 如果韓國瑜又想來 來顧忌從事 來侮辱高雄市民的智慧 那我想他要付出的代價 可能會比他所想像的 還要高出很多 而且也會去海中 他們才有孫子 這個高雄因為韓國瑜市長的關係 真的高雄人投了很多次票 這個委員應該感觸也很深 不過現在大家想問的是說 韓市長跟高雄 今天還有緣分 為什麼他這次回來 那柯知恩照道理來講 像是新竹的林庚人 可以請到韓國瑜幫忙錄影片 人就很開心 為什麼柯知恩吃一重飯出來 告訴大家他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韓國瑜的人氣真的是不可以 我們應該怎麼說呢 韓國瑜的人氣跟過去2018相比 跟沒有差 我們來看看 因為他現在推出的是 韓先生2023的年曆 那才剛剛開放預購 沒到一星期 才一兩天 馬上登上了兩大網購平台的銷售冠軍 所以他就說在臉書上說加碼要回饋支持者 年曆當中有其中100份親筆簽名 幸運的就可以拿到韓市長的親筆簽名 他還說他簽名簽到首酸 是這樣子的人氣 為什麼柯知恩還堅持要走自己的路 智傑委員怎麼看 是那個蔣萬安已經回答了 蔣萬安已經回答了 2018年 這個一公支持韓國瑜的都是比較沒有理性的 不曉得現在過了四年蔣萬安態度是不是 其實韓國瑜他真的是個人才 他的話術實在是都勝過我們 會自己自嘲是補藥還是卸藥 敢這樣說的沒幾個 因為我們簡單的講 先就他的話來講 對酸企定的人叫做卸藥 對酸企定的人叫做補藥 為什麼呢 因為韓粉或者是喜歡韓國瑜 一定有嘛 你看他年曆可以賣 那個都是喜歡的人去買的 排行榜都第一名 因為喜歡他的人嘛 那當然就喜歡他的人 在整個城市的人口裡面 可能是占六分之一七分之一八分之一 那如果你要選市長的人你要過半 你這個一定是卸藥嘛 這其他人討厭你就卸掉了啊 那如果是以選議員來講 像我們鳳山選八個 你只要有八分之一的人支持你 你就上了 所以其實他對選議員的人的人來講是補藥 對於選市長的人來講是卸藥 應該這個是無可厚非 但其實他坦白講 他如果不要選舉 他做朋友算不太做 他的人比較豪爽 說話真好笑啦 說話好笑 幽默好爽 是 當然他比較可笑的就是說 太幽默 太好爽 並無三富之一 所以你看愛情摩天輪 那個曬麻藏 歐酒油啦 歐酒油 太平道歐石油 其實很多這些 你聽說是很愛笑的 但是他如果在練消 你當時是在練消的 他真的很會練消 所以其實他就是不適合 在政治上再來一次了 當時高雄其實 除了他口才很好之外 其實當時有幾個因素 全國有同性婚姻 年金改革 比例醫修 逾越三法 冤間三十 然後等等的 那包括那時候的房價 跟地價稅同時都漲 其實那是全國的問題 也不是民進黨的問題 但是那個時候全國 包括台北市 包括高雄市 其實幾乎都漲 因為那時候執政 這地價稅是地方政府決定的 但是中央政府 當然那個命令要準 實際上馬英九實在準的 我們也不是說怪誰 那個時候全國都漲 但是大家都怪民進黨 所以所有的地方 正好一例一休得罪勞工 年金改革得罪軍工教 一月三法得罪黎明 燕間三十得罪抽菸的 同性婚姻得罪比較傳統的觀念的 事實上就是整個氣氛是這樣子 然後韓國瑜又正好他真的一瓶礦泉水 一碗滷肉飯 大家就被呼嚨的團團轉 然後激起了 剛剛志忠講的激起了千堆血 那個時候的氛圍是這樣 那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就是說 柯資恩他明明知道吧 其實不是剛剛誰講的那個什麼 他韓國瑜講的什麼小腿的問題 其實這個都不是問題 柯資恩當然知道 我今天韓國瑜既然被罷免 是用九十幾萬票罷免 那我今天跟他站在一起 那就是自己吃了血藥嘛 所以他當然不願意啊 所以其實他刻意低調 或是勉為其難 來講這個話 其實我們也都可以體諒他 對啊 但是很多國民黨還講 這其實很好笑 那個輕軌明明是韓國瑜停工的 那現在人家做得好 龍貓隧道這麼出色 大家可能竟然還說那是韓國瑜的政績 那我不知道柯資恩有沒有去講過這樣子 跟國民黨一樣去誇獎 這是韓國瑜政績的話 如果有的話 那就真的是太不了解高雄了 這個高雄人的心聲 剛才委員幫我們分析了很多 那這邊我要請教一下總理 因為柯資恩這邊算起定位人 他其實真的啦 他說堅持要走自己的路 我聽起來我覺得他已經是 極度的委婉了 意思的是說 沒想要跟韓國瑜別做會嘛 可是問題是韓國瑜 現在是國民黨的大咖 助選團裡面的副團長 我不曉得他之後會不會也跑去台中 跟這個盧秀燕跟燕子 再來合體一下 總理怎麼看 如果他願意來台中跟盧秀燕合體 我也蠻樂見的 是是 炒熱一下選情 不只高雄 包含現在全台灣 包含我在台中 也發現這個選情 確實還需要再讓他更熱烈一點 對 現在確實是北部比較熱啦 因為大部分媒體的焦點都放在北部為主 那可是我覺得說韓國瑜要付出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就可以回想到就是說 我們政治學上面常常會討論到就是選民的那個投票行為 對 大家比較常爭論的就是說選民的投票行為到底是理性呢還是非理性 這個有不同的爭論 那可是呢我們可以從韓國瑜這件事情 韓國瑜要付出 那到底他可不可以再帶來過去2018年的這個這個韓流的旋風 到底有沒有可能 大家其實在關注的是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說這個就是比如說這個這個委員會覺得不可能 委員說不可能 但是人家年曆沒到第一名了 所以年曆可以賣到那個平台的第一名 所以我說這個就回到說韓國瑜的角色錯亂的問題 會導致很多人就覺得我現在是支持韓國瑜 還是說我現在在支持的是國民黨 還是說我現在要支持一個韓國瑜 輔選之下的政治人不同的 這些都有不同的一個分析的角度 那所以你要看的是說 其實我覺得高雄人真的太偉大了 過去這兩年又八個多月以來 總共投了三次票 2020一月先投一次統統票 接下來投罷免票 再來投這個市長的補選 你想看投了三次票 這個我覺得選民的結構會趨向理性行為 我補充一下 齊麥說 其實我現在兩檔票四檔要選擇 你知道嗎 你們選一次做四檔 我做兩檔選三檔 第一次選 叫韓國瑜選頂 第二次罷免又出五六一檔 第三次補選 周一補上 你說我兩年選四年 我是選了三次才當市長 所以我會在那裡很疼 你們選一次做四檔 我做兩檔選三檔 陳其邁 你知道那個辛苦的歷程 那心裡的辛酸 血淚跟後來建設好的高雄的一個喜悅 那完全就是在人生當中一個很大的 跟韓國瑜那種不同的方向的 但是一樣是高低起伏 從當選意外當選市長 到選總統落選 再被罷免 那種心裡的那個糾葛是 都是差距都非常大 對 因為對陳其邁來講得來不易 可是對韓國瑜來講 那次讓他選到 怎麼會很均勾 所以你看到2018那次選到 對很多人說 就是後來為什麼會有罷免發生 就是覺得說 當然他在那個位置上做得不好 另外一個是選總統的關係 所以後來有罷免 你可以看到說選民的投票行為 是趨向理性的 也就是說從2020的總統票 我們就出以驗證說 即便是國民黨 抬出這個所謂過去寒流旋風車 韓國瑜這樣的人物 要來當總統的時候 選民的投票行為是理性的 再加上罷免 罷免是一個多高的門檻 可是這個韓國瑜他罷免的票數 竟然是罷免他的票數 比他得票票數還要高嘛 所以證明了說選民確實是在 對於說城市的檢驗 也就是說我做一個市長格局 對城市的願景 對於城市的建設發展等等 我的檢驗是去向理性的 而不是說我就算我喜歡韓國瑜好了 我覺得他就說笑話 笑話啊 各位拍那個 那個蠻有趣的年曆啊等等 那是一種消費行為 可是在投票行為的時候 回歸到理性 所以我說他要去全台灣 各地補選也很好 我也覺得樂見其成怎麼不好 因為對我剛剛對 比如說我們對於民進黨支持者 或綠營支持者 是 我們相信選民會去向理性的 投票行為的時候 他最好就是全台灣 浮選透透 沒有錯 非常有話題的 有關於韓國瑜的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請教這個原資議員 人家現在年齡賣到第一名 不知道原資有沒有搶到 我們稍後回來 一起來討論 回到節目現場 趕快來請教原資議員這邊 有沒有去預購一下 韓市長2023年的年曆 人家現在已經是銷售排行榜的冠軍了 只是說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今年的選舉 其實2022年年底 都已經選完 那為什麼特地跑去做一個2023年的年曆 這有沒有另外一番的韓議 是不是以後又要為選總統鋪路等等的 不過回過頭來 2022這場選戰議員也是要選舉 你會不會邀請韓市長來幫你站台 幫你做選一下 我硬邀的 一定邀的 你年曆有買嗎 你年曆有沒有貢獻一下 你年曆有沒有貢獻一下 我是沒有買 你是沒有買 所以很厲害 你看我沒買他就第一名了 我買還得了 所以當韓市長爽 對他的那個 我覺得韓國瑜他的能量還是有 當然沒有像之前選總統那麼強 但是一定還是有 你從幾個指標來看 第一個 像我推年曆 我相信應該沒什麼要買 不一定 你可以推推看 排行應該很後面 但是韓國瑜一推第一名 你不能講說還是有很多死忠支持的 是啊 確實表示藍營當中他是有份量的 綠營的也是一樣 我覺得他在所有政治的物裡面 他的能量算是很強 對啊 不然你叫朱立倫推推看 那個人氣一定差很多 對不對 一樣 我只是說韓國瑜是就是很強的啦 好 第二就是他的聲量 最近大概也有做聲量調查 我是看到一個報導 他說從八月二十幾號到現在開始 他針對國民黨的那些助選團的團長 副團長聲量做調查 第一名就是韓國瑜 那韓國瑜從八月二十幾號到現在 其實他也沒幹嘛 他其實是最近 他最近才開始有接受一些專訪 跟有推這個年曆 可是他從八月開始算 他就是第一名 對 就很厲害 他聲量就是非常厲害 他很有聚焦的作用能量 那當然你說討厭他的人也是有 如果沒有的話 也不會說被九十幾萬票罷免掉 這也是事實 好那所以現在我們這邊的候選人 不管是市長候選人 或者是議員候選自己評估 你覺得韓國瑜來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你就邀 蔣萬安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到底要不要邀韓市長來 因為他現在升籃的票 可能會被黃珊珊搶走 如果找韓國瑜來 說不定就可以鞏固聲來 是不是 他自己評估 如果說他自己覺得 他現在的民調是領先的 而且持續的領先 那也許他就可以不需要找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來一定就把焦點吸走了 那我們作為候選人 我們當時希望說 目標是聚集在我自己身上 特別是市長候選人 像我們是小雞的話 當然我們小雞就是要靠一些大咖 人家才會注意到我們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要靠韓國瑜 可是市長候選人不會 他想法會跟我們不一樣 他覺得我到哪裡媒體都跟著我 我何必要找韓國瑜來幫我 幫我找媒體 所以想法不一樣 那林根仁跟柯智恩 我認為跟安安的狀況又不太一樣 那林根仁是一定要找韓國瑜 因為朱昱倫把他倒三缸 因為林根仁現在他的OS就是 你們可以理我嗎 這樣 他好像忘記有我這個人了 然後朱主席跟他當時倒三缸 對 就是說國民黨好像很多人都去 好像以為高安是我們的人 其實高安不是我們的人 我再講一次 高安不是國民黨 他是民眾黨 那韓國瑜本身他他是鄭藍軍的 你看他之前選總統的時候 為什麼他很有號召力 國旗拿出來大家熱烈銀光 然後造勢場合下午就去排隊 所以他在藍軍這邊很有號召力 那他跟林根仁站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想會恍然大悟 對 我們有推人 原來這才是國民黨的 對 恍然大悟 所以他有幫那個林根仁聚焦基本盤的作用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高鴻安以前 現在有很多國民黨的同情他自大 但高鴻安以前就黑韓的 那時候韓國瑜在選 他酸了韓國瑜好多次 他罵韓國瑜罵得很兇 然後這個黑韓的大將 那如果韓國瑜出來至少 我不知道效果會多多少 因為大家記憶都總是現在訊息太多了 那記憶很快就消失 你覺得還是對 可是可以喚醒嗎 就是說他不是我們自己人 所以最後大家還是要以之以為而出 所以韓國瑜幫林根仁 我覺得絕對是利大利比 而且越快越好 因為你知道跟那個大咖合體 也是有時間點的計算 對不對 譬如說今天是 等一下我們討到苗栗 我等一下再講 那還有柯智恩 我認為最後還是會合體 只是柯智恩不急得這麼早 我如果上幕僚的話 我覺得他不急得那麼早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在高雄是輸很 拉很長一段距離 但是柯智恩的民調有逐漸往上 他等於從零開始 那合體之後會不會就往後退 不可能 就是合體還是會往上 只是說他可真的可以先靠自己 先不斷的往上 但是差距還是很大 那韓國瑜讓他臨門一腳 我覺得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至於說他仇恨值什麼的 我是覺得大家台灣人很善良 就是說好啦 那你也討厭他也把他罷掉了 那他今天只是來助選的 那他現在也要做公益 你要恨他一輩子 而且這個恨也不太會轉移到 柯智恩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柯智恩還是會找他 力大於弊 但是時間不會這麼早 好 議員的分析 韓國瑜出馬還是力大於弊 不過與惠姐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像是蔣萬安過去2018年 他這個不小心沒關麥 不小心講出來的話 其實支持韓國瑜的 都是比較沒有理性的 就是那些人也說不出 為什麼要來支持 現在好啦 這個風水輪流轉 今年蔣萬安要選 說不定最後還是會請出 韓國瑜出來站台 他要怎麼樣回應 4年前自己的這些話 因為現在可能很多 國民黨一些縣市首長會擔心 找韓國瑜來 你可能可以鞏固聲欄 可是問題是那可能本來 可能喜歡你的中間選民 會不會因此就被嚇跑 這也是有可能的 我想以新竹市作為例子 因為林根仁是第一個 找韓國瑜的 那我想其實他所印證的就是 因為國民黨現在這個朱立倫 我們剛剛其實講了很多 這個雖然說原知認為說 朱立倫是遊艇林根仁的 但是這個林根仁這邊 就覺得好像缺乏國民黨 這個主席已經很孤單 都沒有聽到國民黨內部 給他的溫暖 所以他乾脆去找韓國瑜 我覺得形成的是這個樣子 但韓國瑜的現象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對誰的影響最大 剛剛大家談的是說 可能是對柯智恩的影響比較大 可能是對誰的影響最大 老實講我個人認為 是對柯文哲的影響最大 給各位看 這個是我們現在節目進行的同時 那我在Google圈上找到的這個 過去30天來 紅線是柯文哲 然後藍線是這個韓國瑜 韓國瑜過去30天 老實講 雖然他沒有做什麼事情 但是還是有一些網路上的訊息 但是跟柯文哲來講 柯文哲三天兩頭就大罵 一下罵這個蔡英文 一下又罵陳時中 一下又罵誰又罵誰的 那柯文哲的聲量不過耳耳 這是過去30天 好那我們看一下過去7天 柯文哲跟這個韓國瑜 已經纏成麻花了 過去7天 7天之前 你還沒有看到韓國瑜 要出來賣他的那個年曆 那只不過大家聽到林哥人說 那既然國民黨這邊 沒有給他太多的溫暖的話 他是不是要去找這個韓國瑜 然後張善政這邊也說了 是不是我們也要去找韓國瑜 這樣能夠讓他握佛式的這個選法 能夠驚起另外一波的這個高峰 7天之前到現在 你看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看過去一天 你看過去一天 柯文哲罵多凶啊 罵的是三字經什麼都出來 還記不記得在這個網路節目上面 罵多凶 可是你看他跟韓國瑜捲成麻花 所以當韓國瑜出來的時候 柯文哲你下什麼猛藥都沒有用了 人家韓國瑜少試身手而已 對 而且韓國瑜只不過是拿個照片 那這拍個年曆而已 他也不用罵人啊 對 他也不用上個節目 他也不用這樣聲嘶力竭 還要賣嗡嗡包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實受到最大的影響是柯文哲 那接下來韓國瑜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當然就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 當然以新竹市來講 那新竹市他當然會去幫這個 林個人去做這個 給他一個很大的一個加持 然後接下來就會看哪一邊 對他的這個熱情 會給他更多的這個溫暖的話 韓國瑜可能就會去幫他助選 那當然或許啊 那這個會變成在國民黨地方的這個票 會變成兩極化 也就是過去的韓粉 或者認為說這個很敢罵民進黨的 或者是有一群在台灣 就覺得說民進黨就不是他心中所愛 甚至於講極端一點 他就是討厭民進黨的 就會向韓國瑜所支持的這些候選人靠攏 然後他們這些人可能原來 是因為柯文哲的關係 因為柯文哲塑造一個很清楚的形象 他會罵蔡英文 他會罵陳時中 他會罵民進黨的所有人 所以他本來這個 柯文哲跟這個韓國瑜會踩在同一個盤上 但韓國瑜出來以後 我剛剛給各位看 從過去的30天到過去的7天到過去的1天 這些票慢慢的都會被韓國瑜給吸走 那所以這個當然是對 我覺得是對於新竹的選情 那對於桃園的選情 桃園的就可能他們民眾黨在桃園是誰啊 忘記了不重要 那大概會吸的會更乾淨 就會完全會被排掉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韓國瑜出來以後 對於民眾黨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後續的效應很值得觀察 講到各個縣市不一樣 我們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看國民黨在苗栗的大亂鬥 現在劇情演到哪一齣 現在是鬥到 連縣長徐耀昌的黨籍也要被開除嗎 而且最吊詭的是這一刀砍下去 到底是地方黨部要砍的 還是黨中央黨主席的意思呢 我們等一下回來一直來分析 我們一定保衛台灣 我們堅強的國防之外 國防還必須要兩岸能夠對話 國民黨主席朱一輪上任滿週年 中常會上致詞再提兩岸必須保持對話 不過眼前最需要對話的恐怕是苗栗內戰 苗栗縣長徐耀昌不挺朱立倫提名的謝浮宏 反而公開支持脫黨參選的中東警 雖然國民黨修過黨章 同意黨員若要替非黨籍參選人站台 只要向地方黨部報備核准 就沒有違反黨籍號稱中東警條款 沒想到苗栗縣黨部卻召開考紀會 決議撤銷徐耀昌黨籍 要處分人之前先處分自己 你指的就是劉振宏來是嗎 本是同根深相間和太極 他做更激烈的處分 只會引起我們很多忠貞的黨員更大的反彈 奉上面的指示我們先處理習耀昌的事情 習耀昌這是黨中央指示要處理是嗎 當然 劉振宏把撤銷黨籍的責任推向黨中央 可是秘書長黃建廷否認 強調黨籍處理程序 本就是從地方啟動 全責都在地方 只是黨籍採撤銷而非開除 實在令人玩味 難道是擔心影響2024 啊 講到2024沒有 因為畢竟他是縣市長的身份 會不會擔心會影響到藍營的團結 或未來的部件 我們現在沒有在考慮2024的事情 時間我想都還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來確定 他們內鬥已經檯面化了 這場選戰不只是中東景跟謝福宏的對決 也是我們許耀昌縣長 跟我們劉仲宏前縣長的角力 就怕地方內鬥影響選情 黨中央在發聲明強調 謝福宏是國民黨唯一提名並支持的候選人 黨中央將啟動密集的輔選行動 就怕氣爆影響選情 好 國民黨的事情 我先來請教一下原知議員 徐耀昌是現在國民黨籍的苗栗縣長 但是很快 接下來就不是國民黨的了 他牽起中東景的手幫他站台 所以國民黨苗栗縣黨部呢 10月5號決議要撤銷徐耀昌的黨籍 就是指示喔 可是你們的秘書長黃建廷又說沒有 這個是地方自己決定的 那到底到底是誰說的 來 這個原知議員怎麼看 其實誰講的這個真不重要 已經不重要了 當然不重要 因為徐耀昌已經幫我們對手站台了 那地方黨部跟中央黨部 本來我們有一定的黨籍的存在 如果說沒有處理的話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幫對手站台 那我們黨籍當然無存 因為徐耀昌也沒在怕 他說你們愛怎樣就怎樣 這不是說國民黨是這樣 民進黨如果出現這個狀況也是一樣 民進黨我們新北市有一個議員 他的女兒是選民眾黨的立委吧 他幫他民進黨的女兒站台 都被黨籍處分 所以各黨都一樣 議員你這樣講我覺得完全合理 那為什麼黨中央不敢承認呢 就是有黨籍就是黨中央出來搭 其實我覺得討論這一點是 有點沒有什麼重點 應該就是說他就是要被開除了嘛 那他的過程是徐耀昌這個人很奇怪 當初就是他跟黃建廷講說 總統僅有案子 因為本來本來地方 是他去說的喔 對就他說的 因為地方的事情 本來就是地方比較清楚嘛 他還去拿他站台 那這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跑去跟黃建廷說 不能提中東警 因為中東警有案子 然後黃建廷後來他們去找中東警說 有人講說你有案子 然後中東警起來說誰講的 然後黃建廷說徐耀昌講的啊 然後中東警因為他是議長嘛 他還把縣長徐耀昌叫到議會還是哪裡 兩個人還屁事密談了一下 所以當初他們是這樣你知道嗎 那後來為什麼徐耀昌忽然就跑去挺中東警 原因是因為中東警他本來 兼我們縣長部的主委嘛 後來因為他既然他要選舉的話 他就被要求離開嘛 離開之後黨中央就找了劉振宏 去當縣長部主委 就徐耀昌就更討厭劉振宏 第一人第一人就朋友 他應該很小的 因為劉振宏以前跟徐耀昌在苗栗矛盾很深 還有派系的問題 然後劉振宏 徐耀昌認為劉振宏在上一制選舉的時候 還幫他對手站台 所以他因為劉振宏的關係 跑去挺徐中東警 那所以那你說遇到這個狀況怎麼辦嘛 那你也只能夠 把它開阻擋機啊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嘛 那你說既然這樣對我們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啊 所以現在就跟新竹一樣嘛 就是林根人大家都忽略他 我們的候選人叫謝福宏 可能很多人也不瞭解他 然後知名度一直打不開喔 對 而且又先陷入到內亂嘛 前後任的都是國民黨籍的縣長 兩個吵著不可開交 我覺得這個在任何政黨 那當然我們雖遇到這個狀況 可是沒有人會樂見這樣的結果啦 那我覺得那反而說 中東警現在民調很高 那現在就是如果謝福宏起不來 就變成中東警跟那個徐定征 就是民進黨兩個在搶第一 那我覺得我覺得就是 中東警也許他也認為自己的民調到了天花板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徐耀昌對他來講是一個 算是一個王牌啦 對我說對中東警而言 他是一個無黨的 結果我可以爭取到國民黨的現場來聽我 這一定是王牌嘛 正常來講選舉操作一定是 我一直放風聲呢 他會挺我 然後大家做點假動作 去夜市巧遇啊 或者是在廁所門口遇到或什麼的 就是大家會一直營造說 有或沒有的模糊地帶 然後到最後一刻站出來相提 這一定是最高潮 可是你看他沒有這樣操作 他直接就 忽然很快的他就去幫他站台了 那選舉還有50天 這個效益只會越來越遞減 所以中東警一定是認為說 他好像民調上不去卡住了嘛 所以王牌就先出了嘛 那如果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這個對徐定貞來說就很有機會 那如果我們的謝福宏 騎不來 所以民進黨就是應該要多多幫謝福宏 這個時候 現在是在說什麼 對 政黨政治啦 因為 而且你看喔 那個誰 就是中中警 他的案子 大家都還沒有出手啊 對不對 就是 本來他之前不是講說 如果他有殺人或幹嘛的話 他就退選嘛 然後現在發現說之前改過名字 然後 然後這個好像傷害致死 那傷害致死跟殺人有什麼 一般人的認知會不一樣嗎 這個部分喔 這個中東警是有喊冤的 這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不過我要請教 至中議員的是 你怎麼看喔 國民黨在苗栗這一局 亂到現在連縣長都要被撤銷黨 因為我剛才一直不斷想要釐清的問題 到底是 黨中央要開閘 還是地方黨部要開閘 因為朱立倫是原資的老闆嘛 所以他不敢說 他說這個不重要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啊 因為這顯示 朱立倫的不担當啊 你要開除 你就黨主席出來講嘛 不然底下手機沒沒收 那我到底是要站到哪一邊啦 議員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像一場鬧劇啦 就是說黨中央要有肩膀嘛 要有擔當 那黨主席他 他領導黨那要貫徹黨紀 這個國民黨籍的縣長 那去幫 國民黨自己不是沒有提名人選啊 是啊 他們有謝福宏這個候選人啊 而且你要幫忙不然你也比較低調耶 人家直接站台了耶 他媽去做爺競選主委 對啊孟琦 這影片有很清楚嘛 是 這個徐縣長還說 我不是路過的喔 我不是這個只是巧遇 我就是要來收聽耶 我是全港來騎台的 我想這句話一出來 這可能黨部或是黨中央完全悶不吭聲 是撤銷這個文字問題還是開除 也不重要 重點是他要有一個態度嘛 但是我覺得說 這個代表說國民黨 他們在地方上面 整合是有問題的 因為很多情況之下 其實苗栗 這個選情對國民黨是穩的嘛 超穩定的 這個一定是這個國民黨的囊中之物啊 他快贏到本兩堆也沒關係 是啊 所以這個他的優勢區 哪會無家公 必做謝富宏跟中東景 還有扯出徐耀昌 跟前縣長劉振宏的 恩怨情仇啦 誰爆料誰 連這個民國七十幾年 都握握握 但是我覺得當然 對民進黨就是機會了嘛 如果說獄棒相爭 那漁翁會得利啊 當然他們兩邊僵持不下 那各有各的勢力範圍啊 這個強對強的時候 那徐定貞 民進黨所推出的 我想我們這有這個大有可為啦 那只是說 這個實在 對國民黨來說是情何以堪啦 你看在苗栗 大家不曉得謝富宏啊 大家知道中東景 討論中東景 結果這是不當的 也不是他們拿的 就像在新竹市啊 大家以為說 國民黨是天高宏安啊 還讓這個原知議員 一再解釋 不不不 我們的候選 就是零跟人 所以這個有時候 真的對候選人來講 情何以堪 就是說大家不在討論 又想說對手 那甚至傳出一謀論 說國民黨在台北市 這個就是說 可以說高安嘛 在新竹來挺高宏安 交換說 是不是台北市 民眾黨也來按住 這個所謂的蔣萬安 所以我想這樣的陰謀論 也傳得滿層風雨啦 當然這是他們的家裡書 他們當然要整得好 那我想對民進黨來講 我們就是全力衝 全力拚就對了 國民黨這個苗栗的局勢 真的很像在看八點檔 一天比一天還要精彩 每一天都有新的劇情 因為現在中東景呢 早就被開除黨籍了嘛 挺他的苗栗縣長 徐耀昌 現在也為了挺他 有可能自己黨籍之後 也會被開閘 而且現在沿到哪裡呢 他剛才議員有說過 過去民國七十幾年 有關一些 這個可能是牽涉到命案的事情 現在也被對手踢爆了 好到底中東景的過去 有沒有牽涉到人命呢 一條人命的 這個真的要交代清楚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再一起來看 最近呢 又被時代力量的候選人給踢爆 說中東景其實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他是有牽涉到一樁 傷害致死這樣子的案件 那後來1988年三審定業 是判了三年九個月的有期徒刑 不過呢 這個消息爆出來之後 我要請教宗理 因為這個中東景他 昨天也出來召開記者會 他大聲的喊冤 他說案發當下他人是不在現場的 而且他說這是發生在戒嚴時期做的黑牢 整起事件都是一場冤獄 他說他是去玩玩的 那只是大家會比較困惑的是說 那這樣子的案件跟戒嚴這樣子有關聯嗎 中理 我覺得 我覺得他說做黑牢 或是說他過去的案底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分兩個角度 一個角度說比如說中東景個人 我覺得中東還是要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 包含說 其實之前也很多人提報什麼殺人的案件 甚至強暴的案件等等性侵 他都有自己的另外一套解釋的說法 我覺得還是要誠實去面對自己的過去 那比如說談到說這個做黑牢的事情 其實在民進黨的縣長 這個候選人許定生他也說過 那個時候根本就已經解嚴了 不是戒嚴時期做黑牢了 這個他已經做說明了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角度在看他 我說為什麼他要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 因為我相信臺灣人是會願意給大家機會 不管你過去犯了什麼樣的錯 誠實面對自己最重要 那我覺得其實這場選舉裡面 大家其實你看 你看我們從剛前面最高鴻安 所有的縣市候選人等等 今天大家很特別都不談國家大事 不談那個城市治理 談都是候選人的品德操守的問題 這是很老實說民主國家 不應該淪落到這個地步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們怎麼這樣做 所以我才講說他要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去 因為其實我相信不管藍綠的候選人 都要這樣子做 那第二個我覺得 那如果要來檢視這些候選人 比如說苗栗 至少目前檯面上應該有四組人馬 包含有一位時代力量的候選人 是是是 那這四組人馬 對那這四組人馬 大家在談 這個會不會有氣保效應等等 或者這個四組人馬 到底民調狀況如何等等 誰比較有機會 我相信如果以過去 其實苗栗不是沒有殺到過 那過去苗栗的撒卡都 老實說 小黨也好或五黨 其實基本上沒有所謂撼動的可能性 撼動藍印執政的可能性 但這一次的苗栗縣的選舉 應該有可能是這苗栗七十二年以來 第一次有可能綠營會執政 民進黨最接近的一次 對 民進黨最接近的一次 那我來舉例說 為什麼民進黨這次有機會 我相信在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在座大家都沒有人是苗栗人 但是我仔細去查了一下苗栗的資料 這個其實裡面看這個所有候選 他們回到地方 有地方派系的淵源 有他的這個關係 可是你去看徐定生 為什麼這一次有機會呢 徐定生這次有機會 包含他過去曾經擔任過頭份政長 就擔任過頭份政長 而且是末代政長 後來改改制成為頭份市 變市長 他在他的治理期間呢 他過去他自己以前從那個負債 負債六千萬 把頭份是從負債六千萬 到拼到最後結餘有多少 三億多 六千萬變結餘三億 負債六千多萬變成有結餘三億 你知道說他對於城市治理 他有他的一個獨到之處 所以他現在要 就是對於未來整體苗栗 做好規劃 用頭份的經驗 來翻轉苗栗 沒有錯 這到民進黨 民進黨在苗栗 有機會來委員的分析怎麼樣 當然是有機會 三角度有時候 真的是誰輸誰贏 你不到最後關頭 你看不出來 但是呢 這個就是人人有希望 個個沒把握 你拿台北市就知道了 台北市你看陳時中 蔣萬安 黃珊珊 現在誰一定會上 沒有人敢講 之前志中他爸爸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撒卡都 到底什麼呢 那些都搞不定很厚 還有五十幾天 對 還很多 然後當然就說 習定真剛剛那個 那個 總理剛剛有提到 其實習定真這一個還債的東西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天楊秋新發了一篇臉書 說陳其邁有還債 他對他表示肯定 我也有跟陳其邁市長說 像他公開給你學了 事實上我看過很多就是說 其實比如說賴清德 賴清德他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也是有還債務的 林宥昌他在當基隆市長的時候 有還債務的 包括我到鳳山市長的時候 我也是還債務的 那當然不是說不還債的就怎麼樣 是說還債的有還債的負責 不還債的其實那時候陳其邁市長 是因為馬英九每年 我們少補了八百多億 所以有時候狀況不同 但是不管狀況多好跟多壞 你都會還債的表示你對於市政的負責 不是嗎